《法律之多點》 大家好 歡迎來到節目《法律之多點》 今天請到三位嘉賓討論一下 碼頭圍盜45J倒塌的死因言順案件 首先介紹我右邊任國棟 和大家招呼 你好 我是廣東城區議員任國棟 我左邊都是國棟城區議員 大家好 我是莫嘉賢 都是國棟城區議員 那邊是楊振宇 啟德姜文協會 也是楊振宇 三位都是在45J旁邊 碼頭圍盜多事之秋 一年多前發生的倒塌 四死兩雙的慘劇 45J 之前沒多久就大火 碼頭圍盜三條一 11日四死十九雙 數字都令人很震驚 11日的大火 最近政府都出了很多劏房 大家要處理潛建 但到現在很多人都未能處理它 我們就這兩單案件會一起討論 不過今天主要討論是45J 我先問三位嘉賓 這個死因研究庭審訊後 提出了很多建議 整件事你覺得最核心問題是甚麼 任國棟先說 其實死因研究庭提出了很多建議 但我覺得他的建議 還有一些可以再加強的地方 但怎樣也好 近期我們看回屋宇署方面 或者發展局方面 他反過來 連社研究庭的建議 他都覺得不一定要必要採納 譬如社研究庭其中提出的一件事 對於一些有危險性較大的大廈 是需要行馬必 除了測量師之外 建議他派結構工程師一起去巡查 這是第一個建議 叫做馬必建議 還有甚麼建議呢 另外一個建議 我沒有記錯的 就是對於一些危險性高的大廈 除了出了令之外 就審研究庭要求他 不要只是出了令 出了維修令就算了 要求他可能假段時間 兩個星期之後 歐爾署人員必須再巡查 了解業主究竟是否會做到事 簡單來說叫做有頭有尾 不要有頭無尾 出了收出令就算了 這兩方面 你覺得最重要是跟進得好 這兩方面 一會詳細說一下 楊振宇你覺得整件事 是死因研究之後 其實牽涉到一個甚麼問題 其實牽涉到問題 剛才尹國總也說過 最核心的資源問題 就算現在有馬必也好 甚至你找多些人也好 全香港那麼多的舊樓 屋宇處有沒有能力去做完呢 這是第一 第二件事 其實到最後 死因停了 有個結論 其實屋宇處都是死不悔改的 他們都是媽夫 做的事都是媽夫 你找多少人下去都是媽夫 所以政府或是發展局 真的要很嚴厲地監察部門 去做檢查的功夫 究竟是怎樣是媽夫法呢 任國黨和莫嘉然也有去聽死因研究 也看到報告 你那幾天有去聽審 你覺得核心問題在哪裏 其實都很贊同裁判官所說的 其實屋宇處真是暫無龐態 他做事真是非常之隨便 如果你說驗一座樓 是用自己的目視去看 五分鐘就可以完成的話 其實真是很隨便得很緊要 這個叫流水作業 因為可能實在太多 尤其是我們九龍城區 一些舊樓比較多些 可能投訴有多 或者就算我們議員找屋宇處幫忙 也有很多 其實我覺得問題是 他們真是不認真 做事真是不認真 你所有的無論維修令各方面 全部都是千篇一律 完全出了 看了有事要做又要維修 一封信簽一律 完全不跟進 也不會找人協助你 我有夾到的了 有一份單張在裏面 你自己找 其實有很多小業主 根本他們都不懂得怎樣去做 如果就這樣扔給他們 根本他們是做不到的 莫家仁認為 對這個專業做是泰國馬夫 這三方面我們都可以詳細說 先說說事件的起因 和發生甚麼事 大家了解一下 任國棟和莫家仁都是去年 一年多前 一年多前 聖誕那樣 一月二月 當時是怎樣 說一說的情況 然後發生了甚麼事 讓大家重溫一下這個案件 如果要重溫 其實一波波那麼長 不過重點來說 屋嶼署的測量師 在09年11月份 曾經去過馬陀尼道士 即是沒有J號巡視 當時他是用牧師 牧師完之後 相關那個測量師 其實出了勸語信給業主 出了給業主之後 他那個測量師曾經在庭上作供的時候 說他亦都準備草移一個維修令給業主 但剛巧在11月30日的時候 這個測量師他就調職 調了奧義處另一個部門 然後到12月14日才有新的另一名 屋嶼署的測量師 再去接替他的工作 在這個中間是有一個交接期 是真空期 應該不是交接期 是真空期 即是沒有人跟那個 是說出一個收緝令 而在他電腦系統裏面 根據屋嶼署的服務承諾 他有一封隔離 至於隔離那棟大廈的投訴信 是未回覆的 所以他就在12月聖誕之前 再到馬大道415號J 由於那個投訴是來自隔離那棟大廈 所以他就很循例性地去回那棟大廈 隔離那邊去看投訴者 就說那個後巷 即是四日母J號J號 當時未倒塌 以及保夷大廈中間那條後巷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看完這個巡查之後 他就在1月13日 就出了一個維修令給他 而在第2日14日的時候 其實業主打電話給屋嶼署 這位測量師查詢 究竟那個令的內容是甚麼 跟著這個業主 其實就聘請了一位 他一向用的裝修工人 就是朱伯 就是為一個裝修工人 去做這麼危險的工作 究竟工程是普通拆捨一些 建建物還是解一個維修令 其實就在庭裏面沒有去釐清 那庭上面裝修工人 和朱伯就堅稱一件事 就是他沒有碰過 屋嶼署後期調查報告裏面 指稱C13個那條署 是先倒塌那條署 朱伯和裝修工人 堅稱他們沒有碰過這條署 去到1月29日 很幸運就是棟大廈就倒塌了 其實去完社經研究庭 聽了這整個禮拜 都是聽你幾分鐘說的 就要談七天了 因為中間牽涉很多不同的政府 證供的問題 每個人出過一封信 當時考慮到甚麼情況 但事件裏面 我們會看到至少有四個原本的租客 不論他身分背景也好 即是很多人 涉及很多人 不論他身分背景也好 即是離世了 而現在最大可惜的一件事 即是剛才我一開始就說 我覺得其實 我一開始就說 我覺得審言庭的法官 其實可以再提多些建議 因為其實我們看回整件事 就是四個死者 他們有些是低下階層 有些是專業人士 有些是市公司 但他們不約而同 面對一件事 就是租一個單位的時候 他們不知道那單位原來是劏房 原來這個單位 是當初由大業主租給二房東的時候 二房東的地產代理商 就是做了劏房 但是租客進去的時候不知道 其實是否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在一些私營大廈裏面 如果為了提供一個公平的訊息的話 其實是否應該做到一件事 就是屋宇署要求這些業主 去證明他們這些物業 他的私有財產究竟有沒有簽建物 如果有的話 究竟他的狀況是怎樣 等到入住的租客 他都可以了解 他現在租這個單位 究竟原本的職是這樣的 還是原來是一個簽建物 還是一個劏房 劏房裏面的露台 也是原本沒有計算下去的 是對大廈的結構來說 是加重負荷的 其實在其中一個死者 在其中一個家屬 他的結案層次裏面是有要求 審刑的法官是建議屋宇署做 不過那個法官就沒有採納了 他就建議了行馬逼那些事情 或許這樣吧 任國棟剛才一連串 將整件事 就是七日的審訊 就是在三分鐘內講完 其實是很考功夫的 我們嘗試將這件事抽屍剝減 第一個問題先看就是 為何會不能夠防止去塌 為何塌了 即是找出一個原因 死因研究庭找到一個原因 很久的原因 大家聽了 就說是意外 這個結論 大家也不太意外 總之是意外 不是人為 也不是有哪個人要負責 即是不幸 意外 意思是這樣 如何為之意外 即是說 這件事是 大家都不想 是意料之外 不是有哪個人 去特意弄壞 這個情況 這個就是 法庭 運出的情況 法庭運出了意外 這個結論之後 他就提出了一些建議 主要有兩個建議 我們講完那兩個建議 大家就可以討論這個結論和建議 第一個的建議就是 屋宇署的七糧師看來 都未必能夠很準確地看到 危樓或是有即時倒塌的危機 都好像不太行 做不到 就不如做一個叫做馬必制 就找到他們的專家 就叫做結構工程師 由七糧師和結構工程師 一起走馬必 這是第一個建議 這個建議引起了兩個專業 大家遲些就有很多對立 大家都覺得 去開頭去試一下 究竟是否需要出到結構工程師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不要太誇張 即是建議 屋宇署發出了抽輯令之後 兩個星期左右 就快點去跟進 即是 一出之後快點去跟進 千萬不要等他流水作業 去跟進 這個情況 這個情況 就牽涉楊振宇說 資源問題 現在政府正在想 如何縮短維修時間 增撥資源 再去處理香港 這麼多的維修問題 這是整個死因研究出來的結晶 可否先處理香港問題 莫嘉贏 你也有去聽審 你覺得這個死因研究庭 找出的結果 其實是否很意外 你也覺得 其實我們都不覺得意外 我們都預計了他一定會是這樣 因為其實 不過官最終 最後那天他有些建議 都是真的可以值得屋宇署去參考 包括他講過 其實他之前發了一些叫勸喻信 大老爺就覺得 勸喻信 既然沒有牙力 那你不是鬼要出 一理就有問題 就要整個維修力 現在法例的規定 都是先禮後兵 是的 這個裁判官都建議 因為其實我想 勸喻信 我想在街坊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他們是不會理的 真的不會理 是的 如果是一理 如果真的有問題的話 真的一給就 給維修力 修緝力 我覺得也是好 其實 意思是 減了一個勸喻信 這個階段 可能要諮詢一下街坊 因為那些如果是輕微那些 他又勸喻一下他 那又是否有一個問題 楊振宇是否有這些 現在一般的做法 沒有什麼即時危險那些 他都是流水作而這樣處理 是否這樣 我們簡略統計 我們接回來 有很多居民投訴 潛建物 我們幫忙去處理 去上屋宇處 十封大概有九點五封 都說沒有即時危險 都是不用處理的 即是四捨五入 十封有十封 都沒有即時危險 你的意思是這樣 既然沒有即時危險 即是勸喻 連這個四捨五入 都沒有即時危險 是的 他也是 回頭回頭 雞蛋要怎樣搞呢 任國同理覺得 這個制度是否有些問題 應該是 好像第二個建議 出了勸喻之後 其實都是繼續跟進 我想提回一件事 家屬方面 其實他就不認同是一個意外 譬如阿彤媽媽她在結案陳詞的時候 其中一些說話很深刻記憶 她的說法就是 家裏是最安全的地方 但偏偏就是她的兒子 死在家裏面 為何會是這樣的 所以這些情況來說 無可能叫他們相信 死在家裏面是意外 你明白邏輯關係嗎 大家可能家裏叫小朋友 不要太晚回家了 潛台遲到家裏面是最安全的 但現在正正就是家裏面 就是死在家裏面 變成對於他們來說 覺得這些絕對不是意外 而我們看回另一個邏輯去看 就是香港很多樓 其實比馬台道四日母追 是樓零來 或者很多更加危險的樓宇都有 他們都可以做到維修 為何其他大廈沒有倒塌 是四日母追才倒塌 我們就變成家裏面 覺得這不是意外 去到這兩個建議來說 其實是有用的 不過我們都明白 在官僚架構裏面 他們就會理解到 因為一出命令 就會影響到樓宇的地契 即是可能釘契 到樓契那裏就會釘契 如果剛好有買賣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買賣的交易 反過來我們做慣地區 就發覺一件事 如果那個業主 那個物業是不賣的話 只要租的話 你釘它十條契都沒有用 四日母追就是這樣 其實除了這個維修令之外 看回它在塌樓之前 其實還有很多 Section 24的簽建令 還有三四項簽建令 這些如果我們覺得 甚麼為之有用 甚麼為之沒有用 就是原來業主 他繼續只需要不買賣 你出多少個令給他都沒有用 而屋宇處考慮一件事 就是我為何要出個勸喻信 而不是立即出個令給他呢 他純粹就是顧慮到 地產方面的買賣 這個又是可能牽涉到 可能扯遠一點說的 就是地產霸權的思維 是不是牽涉到這些買賣 不可以立即把他軍 那麼快立即釘他契 還是人身安全 社會保障 人命有關呢 這些就是看一看 維觀者的價值觀的問題 任國棟提了兩方面 第一個 Finding 就是這個意外 他們不接受 第二就是 這件事也是要跟得貼一點 但你剛才說過 楊振宇說過 特別有沒有加密 不如就不要出勸喻信 一下就出禁制令 或維修令 這個情況 如果你看街坊的反應是怎樣 就是業主有站 是維修 法律上都是追究業主 但是站在業主那邊 看來看就覺得 那間屋是我的 我怎樣劏房 怎樣怎樣 你理得我 其實兩方面是怎樣去平衡 其實分兩方面去看 自住的業主 他都要保障自己單位安全 他住在這裏都想 不會倒樓 這是第一 第二 如果業主真的潛建了 屋宇處就不可以做無牙老虎 剛才說的圈語信 或者你去投訴 都說沒有即時危險 而一些業主 甚至乎出租了的業主 他是一些叫職業玩家 他潛建了之後 屋宇處看了 就算給他這個命令 他又將潛建物改建 屋宇處又要重新排個旗 即是跟他處理命令 一玩一拖 三五七年就走不掉 所以變了就是 無論你是自住也好 你出租也好 我想屋宇處 真的不可以再做一個無牙的老虎 即是就這樣出一些勸語信 去牧師 隨隨隨隨便 即是媽夫處理潛建物 兩方面講得很清楚 就他第一個建議 我們講一下 就是走媽必這件事 你覺得是 我們就不是這兩方面的專才 但就這方面 大家講一下你的看法 是否應該走媽必 楊振宇繼續講一下 當然了 媽必一定有好處 因為一個人的意見 即是兩個人意見 總好一個人的意見 以及兩個人都可以互相監察 但剛才我講過 資源上還不做到呢 政府可以是甚麼 增加這個位置 資源上 好過去派六千元 但其實我想有一些客觀的條件 譬如我們做投訴 你無可能十封有十封 就沒有即時危險 屋宇處究竟會不會有些指標 即是告訴居民 我看到這些狀況 即這裏會有危險 即是讓執法者也有一個階段去處理 而不是交回報告 我牧事完了 沒有危險了 那就敷衍了事了 沒有空間呢 最大的問題 其實現在他們有很多的測試 我們出去看 都是有外判的制度 如果你說一天有外判的話 我始終對於那些所謂專業 是否一個專業呢 其實都是有一個疑問的 很多時候都是外判公司說 有滲水有漏水就有 那他們根本屋宇處是沒有監察的 那現在是 其實如果你說就算 那個裁判官說建議 閒馬必其實可能都會是好的 但是我覺得根本事實上 屋宇處不會這樣去 每一堂的投訴的樓宇 他們都會這樣做到 這個絕對是個資源問題 那為何裁判官有這個建議呢 這個牽涉了一個時間的問題 就是這樣 當時是說 死亡裁判官關於這個 嵐樓這個原因是說 其實嵐樓前 就應該已經去宣判這個是危樓 他都未宣佈它是危樓已經嵐了 基本上就是想去 告訴你你要修緝 那些都是搞不定 已經嵐了 基本上他事前那個都不是危險的 用牧師 那這個情況是否需要全面檢測 其中其實是批評 屋宇處媽夫的原因 我想就是這樣 在庭上寫言的庭裏 那個聆訊期間 有三個獨立專家證人 有一個來自屋宇處 有兩個來自學者 這兩個學者看回屋宇處的測量師 在09年11月18日拍的相片 他們不約而同都說 看回同一批相片 這兩位獨立專家 正然都說 只是這些相片 09年11月18日已經危樓 已經要下風流令 但是屋宇處的兩名測量師 仍然都說沒有即時危險 這個判斷上是一個錯誤 是的 所以就是其中被批評的一個地方 就是這裏 如果當時他們可能帶一些儀器 帶一些器材 又或者是一個結構工程師去看一看 就可能不再是他們的判斷 即是說沒有即時危險 但是這個正正在法律上 就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如果這個屋宇處的專家 或者這些 他真的有做過事 他目視都是一種做事 是的 做過事 他基本上就 你很難說他有甚麼刑責 因為他沒有犯罪意圖 他都是去做 他只是判斷錯誤 判斷錯誤就不等於他有個犯罪意圖 變成在刑責方面 有些四個家屬就說 這其實是一個殺人 不是一個意外 所以這一點就是非常難 裁判官會在這方面考慮 所以這是流水作業的這件事 其實就是害人不淺 令到這個屋宇裡有些危險的情況 其實就不能找到出來 所以裁判官在這方面 就是提出了一個這樣的建議 好了 第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接著我們回來再詳細看看 為何這個裁判官的結論 就是家屬不太接受呢 我稍後回來繼續說 好 歡迎大家回來這個45J事件的討論 今天我請了三位嘉賓 任國棟 楊振宇和任莫嘉嫻 我們繼續討論這個題目 剛才我們說到就是 裁判官認為這個塌樓和死因是死於意外 提出了兩項的很重要的建議 一個就是媽必 第二個就是要跟進得貼一點 第一個題目就是 任國棟有些事想繼續說 就是當時 為何這些屋宇處的專家 明明在那裡一看就知道是危樓的情況 當時在庭上就這一點 其他有些專家是怎樣看的 其實那兩個獨立專家證人 他們看回屋宇處的 2009年11月18日 那個測量師做的一個報告 拍了相片之後的報告 看回相片 那兩個獨立專家證人就說 當時憑那兩張相片 已經應該要界定 馬圖道45號J的大廈 在2009年11月應該已經要 列為危樓或者封扭令 封扭令 封扭令即是鎖定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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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是這麼簡單的 即是說如果要對症下藥 那就下錯藥 即是如果那件事 已經很重病的 要下重藥 很輕微的就下輕微的藥 如果那層樓是危樓 應該就宣佈為危樓 但仍然都是出過勸議信 就算了 這一點就是屋宇署的那些專家 怎樣去解說 屋宇署的 剛才提過 在七日的審議研究庭裏面 有三個獨立專家證人 而其中一個就是 來自屋宇署的結構工程師 他亦做了一個報告 但他的解說 其實就是裝修工人 他在裝修這棟大廈期間 就影響了其中C13那條柱 所以是導致這棟大廈的倒塌原因 但這一個的論說 就是被兩名的獨立專家證人 是認為是荒謬 或者是不合邏輯的 不合邏輯的就是 如果大家有機會再看回那些相片 就是發覺 馬特勒45號J號倒塌的時候 部分的泥頭是傾向 馬特勒道 第一 第二 就是天井的簽建物 是有鐵架的 而鐵架在整個倒塌過程裏面 是沒有怎樣明顯的損壞 即是如果那棟大廈是C13那條柱 即是是隔離大廈的中間 近天井的位置 先倒塌的話 而那些泥應該假設是 向大廈裏面倒塌 所以變了來說 天井的簽建物的鐵架 應該就是被壓位 而第三樣最致命傷的 就是屋宇署 即使是高級 即使是高級結構工程師 也好 這個報告裏面 對這棟大廈的天井的簽建物 公自鐵的描述是錯誤的 跟上面去看 公自鐵是水平平衡於馬陀尼道的方向 而他在屋宇署的報告裏面 他就是描述為一個垂直於馬陀尼道的方向 所以就被兩名的獨立專家賺人 批評他的推論是不可以接 你是聽足這麼多日 所以在那七天來說 這麼複雜的事情 你都已經說了出來 整個死因的裁判 想找出究竟死者 是死於什麼情況 死於意外 還是人為 還是死於自然 只能作出這樣的裁決 就這方面 你們聯絡入閣國動力 聯絡這麼多死者家屬 他們最後有個層次 有幾個層次 可否將它歸納到 哪幾個論點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一路聽過 社會研究庭裏面 不同的證人去說一些事情 我們一路去推算 基本上是不外乎四個可能 最後我們估計 第一是意外 第二是死於不幸 第三是非法殺人 第四是死因不明 我們跟家屬去談 家屬就說 家屬傾向屬於一個非法殺人 原因他們立論於 歐益出了維修令給他們 亦都出了很多 Section 24的遺修令給業主 這些全部都是給業主 當中裏面 這是一個建築物管理條例 是一個法例 第一 第二就是 這個法例的通告 這些命令 亦都有要求 業主是必須聘請銀行人士 或者聘請一些 屋宇宙裏面的一般註冊銀行承見商 而這件事裏面 我們看不到業主是有做這件事 他是違反了法例 所以家屬的推論就是 建議法官判非法殺人 或是誤殺 即是那個業主非法殺人 即是誤殺 所以你們提出這件事 這個題目叫做誰應該負責呢 政府現在的想法就是 這個基本上是業主的站 所以政府沒有這樣的站 是背上身 所以都是用先禮後兵的方法 繼續獻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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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點 楊振宇怎麼看呢 即是怎樣去培養 就是這個業主 應該知道是他的責任 當然也要透過教育 但是一般來說 他看到出租了的業主 尤其是很難聯絡 很難教育到他 要整好層樓 因為很多舊區的樓 他們都是放下給地產 放租就算 至於建築物是搞成怎樣 有沒有爛呢 他們是完全不理的 所以歸根究底 都要兩個部門 屋宇署和民政事務處 或者民政事務局 即建築物管理條例 不要再做武華老虎了 他們有權力去行使 麻煩行使權力 逼些業主去做維修 莫嘉仁呢 你覺得這件事是業主的站 但是這件事判了 又是意外 會否有一個社會上 其他一個不好的例子 正如裁判官也有說到業主 業主也是整棟大廈的業主 他縱然可能是有病 或者是 都是一個婦人所形容的 但是裁判官也說 他也是介乎於一些老業主 與一些很專業的業主中間 是呀 說他撒謊的 是呀 但是這一類 其實我們都歸納為 其實有很多這一類型的業主 其實事實是他們不太知道 怎樣去維修這間屋 也都沒有這樣的常識 去保持這間屋漂亮 因為其實正如業主所說 他也有打過屋瑜柱 我想一般市民一收到屋瑜柱的領 第一時間除了找議員之外 就會找屋瑜柱 但是往往他們幫到的不太多 現在政府所說 維修他自己的房子 就不是政府的責任 這樣東西聽起來好像是很對 但是你要看回有很多 其實需要維修的屋瑜 始終都是一些老業主 一些老人家 他們怎樣能夠籌集到自己 去幫動大廈維修 這一個其實始終都要有一個牽頭人 在這裏 如果你政府不去幫忙 始終是很難去做到這個維修 就這一點呢 任國同你不看 又要政府幫忙 但是那些業主 你說他有責任 他也都無能為力 老業主 我想在這件事上面 其實就很坦白說 是一個應該是要給一些業主 要意識提升 45號J的業主 他有一個意識很明顯的 就是會收租 但是他就沒有保持到 如果他有責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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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 另一方面我覺得其實政府 其實他有些事情是知道的 但是他沒有 這一刻來講他仍然是沒有公開 譬如我們看回九龍城區議會 因為這件事在九龍城區議會 在發生之後 區議會是討論過很多 很多次 或者不同角度去討論 其中有一份文件 我們曾經討論過 就是一個直上文件 就是屋宇署 一零年三月 覆給我們 就是說原來政府在09年第四季 09年第四季的時候 他就住這個市區重建策略檢討 就為了要更加具體掌握 現時香港舊樓的狀況 就是找了事件局去抽查一些 30年或者以上的樓宇的狀況 去抽他們的碩士去做一些化驗 而當時他在09年第四季 抽查的包括就是紅磡 和碼頭為這個區域的一些大廈 而在這件事發生之後 我們曾經跟一些災民 即是跟一些區裡面的居民去討論過 他們其實曾經有陰謀論 其實這件事是否有人之前在做的 因為他們正正就是看到碼頭 那一辣的樓宇曾經在慘劇發生之前 有些人員在大廈的一些牆 抽了一些碩士去做化驗 而但是這個報告呢 政府不肯公開 他就堅稱這些是很專業的東西 是政府用來做數據而已 就沒有公開到 變了來說我們覺得就是 香港的柳寧普遍是老化得很重要 政府其實知道現在這些黃花沙樓 或者四五十年樓齡的狀況 是老化到去什麼狀況 究竟是不是再去用這些流水作業式 有問題 出個勸議信 接著就出個維修令 30日內要你動工 60日內要你完成 就這樣算數呢 就這樣把責任說 我完成了我的責任 就是應該責任去了業主 你要去做維修 是不是就是這樣就可以呢 我覺得就不是 因為始終社會責任 萬一慘劇發生了 無論是馬圖111號 或者是45號J號 這些社會責任是很重的 社會的成本 當受影響的人的心理狀態 打擊都很大 剛才任國棟說了那麼久 大家從45號J號 就可以帶出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誰要負責任 誰負責任 第二個問題是 如何防止同類事件發生 如何避免呢 這兩個問題 在法例上就是這樣的 香港法例123 建築物條例 特別是裏面提到的24條 二十四和第四十條 都是說 很多潛建物 這些問題 屋宇署有個權 就是叫業主去負責 所以那個責任是誰呢 就是 責任是由業主負責 但其實應該 就是 找到他的問題 就是由 屋宇署有這個 也有這個責任 他有這個角色 他有這個角色 他有這個任務 所以 責任誰屬 應該就是 業主和政府都有責任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我們想討論一下 如何防止 同類的悲劇發生 就這件事 楊振宇 你有什麼看法呢 415J 倒了 找出原因 死於意外 未來如何防止 這個發生呢 你有什麼看法呢 業主管理好自己的大廈 公共地方 或者自己的地方 都是很重要 但剛才都說過了 政府其實一定要牽頭去幫忙 過往我們去消防署 或者屋宇署 同兩個部門討論 就是 業主有困難去處理命令 因為有時候舊樓 未必全部業主你都找到 其實我們很簡單 希望 是 消防署或者屋宇署 透過 猜響那裏 可不可以找出 業主住在哪裏 因為你寄猜響單給他 都知道他就算不在那裏住 會寄到他現在 那個業主住的地方 連這個最簡單的方法 部門都不肯去幫業主手 不肯去幫我們 一些籌組的人去做行方便 如果政府一直都恩賢去做事 我相信問題都很難去解決 所以核心問題 很多業主都肯去做 但政府一定要 落水某程度上 要幫回業主手去維修他們的地方 你剛剛說 加強管理等等 你是否提過 小區管理是甚麼 我們講就講了很久 希望政府執行 一些舊區 例如三四棟樓 他們籌組不到法庭 或者一條街道 委任一個 NGO也好 委任一個法人也好 總而言之 他有一個法定的權力 如果這個街道 沒有辦法籌組遺修 這個人就可以有法定的權力 去籌組幫一些有困難去管理 或者去維修的樓宇 去進行一個維修 我想在這個狀態之下 很多成立不到法團的大廈 或者是有心無力 找不到業主出來的大廈 都能夠有一個有效的管理和維修 其實由45J那座樓 那麼矮、那麼小單位 很難成立法庭 所以提到小區管理 香港的法例 例如三四四章 第40C這個條例 亦都賦予了民政事務局長 有權力 可以向審裁處提出一個 委任管理代理人 這些物業管理代理人 叫Building Management Agent 亦可以扶起這些管理工作 就這一個如何防止未來發生 這方面 郭嘉倩你有沒有看法呢 因為其實如果 就算你說管理也好 你幫他管完之後 始終不令到業主醒覺 自己去做好自己的維修 都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自己個人來說 就真的希望看下政府 會不會藉著今次這次慘劇 都可以多些教育公眾 另外呢 其實你說 講這些的舊樓裏 其實我都想提到很多 其實大部份的 都是一個劏房的問題 因為你一直這樣去加那個 勞頂給那個大廈 一路不斷加的話 重量負荷不到 都是一個很容易倒塌的景況 但是現在無奈劏房始終 對法例上 不是違法的 最慘就是 其實如果這樣的話 就一直都是縱容於業主 一路不斷做劏房 其實都不是一個好的做法 對於大廈的結構 都是有很大的影響 我覺得這個劏房是其中一個問題 今次45J都是因為劏房 還有這個碼頭圍道 一一一這個大火 我們拿來一起討論 都是因為這個劏房問題引致 這方面如何解決到這個劏房 其實這些問題 都可以避免到這些同事事件的發生 這方面 任國棟你都遇到很多 調查了很多這些劏房問題 你覺得怎樣解決它 其實我會較為認同 其中一個死者家屬 他在結案陳詞的時候的建議 他怎樣說 剛才也提過 第一就是說 屋宇署需要要求業主 告訴租客 或者做一個記錄 在政府那裏 就是他所擁有的物業 有否一個潛建物 不論那個潛建物是在露台 是在平台 天井 第二 如果有的話 他必須是 第一是要有和沒有 第二就是如果有的時候 要告訴其他人 知道這個潛建物是甚麼 這個是一個信息上公平的提供 很重要的 其中話題到45號J 或者11號剛才提及的情況 都是一個劏房的問題 但其實坦白說 租客未必知道 香港的居住問題這麼嚴重 租一個單位的 由上不到歌屋的租客來說 可能他只是想找一個地方蹲 無論他是棺材房也好 劏房也好 板間房也好 甚麼都好 他是想找一個地方蹲 但究竟那個地方 和那個本身樓宇設計 是否有改變呢 看看 在社務J的聆訊裏面 其實裁判官 或者有不同的租客 起初都不太了解 那棟大廈是否有後樓梯 事實上是 事實上是有的 只不過因為租客 可能他一直以來 他住在劏房 就是沒有去過後樓梯的 亦都可能封了 是的 只是那棟大廈 每一層樓 其中一個獨立的 即是其中一個劏房 其中一個單位 才有一個地方 是去到後樓梯的 那些才知道 11號也是的 因為他做了劏房之後 是影響了走火通道 坦白說 你十個去地產代理的租客 十個都不會問 十個都不會問 那個是否潛意物 最多他會問 那個單位是多少錢租 最重要是這個 所以就這個問題 裁判官有句說話都可圈可點 他說 連屋與柱都視察不到大廈有危機 我們又怎麼期望 那些業主會預見到會倒樓呢 即是說 就這件事 我又有一個想法 大家可以討論 就是 在一個案件 就叫做完結的案件 大家可以在網上看到 HCMA1220 2005年 當時法庭考慮了很多的簽建物 分開四級 最輕微的那些都是罰錢500元 中級那些是5000元 再嚴重一點 最最嚴重的那些是罰很多 兩萬五千元以上 他都分了罰款的四級制 如果就這些簽建物、劏房等 屋義處是否應該考慮一下 他出一下三級制或者四級制 令到業主都知道 一出那些勸喻 或者說你這個簽建 有沒有危險、分級 令到他… 大家都不是所謂說 沒有職石危險 就是這些籠統的說法 就這方面有沒有看法 其實剛才說的案例 罰款有一定程度上的意思 但是要解決問題 屋義處都是要直接幫他查 不肯查業主幫他查 問他收錢 因為有時候 剛才說過 任國棟說過 舊區很多業主 他只是放租 到時候有個簽建物 他想停 我的租已經抵回了 即是說業主 就想住 就像飛佛泊車一樣 或者做成本已經在這裏 罰款幾夠水 莫嘉恆你怎樣看呢 怎樣去長遠加強改善呢 阻嚇力都不夠 幾夠水 真的 你多兩個月都回到這裏 你釘我契賴又如何呢 剛才任國棟也說過 對不對 不過其實如果我自己 覺得你一路 如果政府 你不去很多事情去規管它 就永遠 那些業主都是 存一個僥倖的心態 不是輪到我的 包括劏房的問題 如果你不是真的做規管 你不可以讓他們的舊樓 尤其是這樣去劏房 是真的很有問題 另外 你說那個維修令 就算你說不做 一拖又可以跟你玩幾年 對不對 所以其實如果你不是 各種事情 政府不是去規管它 立入正規 始終問題也是存在 時間關係 我會把45J和3條1的大火 一起做一個總結 這件事如果我這樣問你 任國獨 你覺得教訓是甚麼呢 最大教訓是甚麼 和政府應該在這件事做些甚麼呢 你怎看呢 我會看一個教訓就是 業主不要只顧住收租 他如果保存那棟大廈好的話 租是可以一路收 但問題就是 如果他保存得不好的話 隨時沒有租收之餘 是害了生命 真的要想得清楚些 不要只是不知死 只顧住收錢 受足 楊鎮宇呢 我講得遠些 我覺得整個房屋政策 政府房屋政策 導致今次的意外 假如房屋政策 推出多些公屋和居屋 其實多些人可以加快上樓 沒有那麼多人 願意住在劏房裏面 自自然而言 業主就不會漸出那麼多劏房出來 其實間接就會少一些結構的問題 意外自然可以防止 那何嘉仁呢 其實政府都有數據 一年有多少 五十年以上樓齡的樓宇一直加 有數據的政府 其實都預測到我們香港有很多 陸陸續續一些舊樓已經陸續出現 在未開始變成舊樓 甚至危留之前 政府真的要好好地規管 這些舊樓的一些保養維修的狀態 是符合人居住的 另外剛才正如楊鎮宇所講 劏房在舊樓裏面已經是太多了 不要再地產霸權 建更多些公屋 幫助一些有需要的基層人士 我們從45j得取的教訓 剛才三位嘉賓補充了講 補充多一點就是 這個責任是業主有責任 政府亦有責任 政府撥多些資源去驗樓 不單止是閒蛙必也好 或者是提升跟進速度 這方面政府都集無狂態 今天我們討論這個題目 來到這裏 多謝三位嘉賓 任國康莫家閒和楊吉宇 大家打得欺負拜拜了 拜拜